大家好 刚才讲了一些关于1st law和3rd law的题目 这就是Force的第二段视频 我们主要讲最重要的一条定论 就是Newton 2nd law的 行不行 第一就是Newton 2nd law就是F等于MA 很容易记 行不行 其实就是讲一样东西的Net force 跟acceleration有F等于MA的关系 你可以用来计算 之外Net force的方向和acceleration的方向 都是会一样的 譬如那件物件有向右的Net force 它就会向右加速 右向左的Net force 就会向左acceleration 其实本来我已经讲了两条题目 但是电话有些问题 所以已经做过了这两条 但是影片已经停了 所以现在我就将第三和33条做在旁边 那也是那句 你在看这条片之前 记住你帮我先清掉这条题目 清掉这十多条 跟着你先听 一定要自己做过一次 想过一次 行不行 其实我们分开三个部分去做 第一个部分就是一些basic的题目 以及一些关于connected bodies 一些粘体的题目 第二个部分就是做搭椅子 第三个部分就是一些比较困难的题目 第一、第二个部分 所有的题目一定不会完整 第三个部分 这些困难的题目 可以慢慢想的 可以吗? 因为真的比较困难些 好了 事不宜遲就开始讲第三条 第三条其实就是这条 但是我本身已经做了一次了 因为刚才第一段片也录过 但是有问题 好了 但是我就做在这张纸上给你看 好吗? 这个 好了 第三条它很简单 就是说一件物件 有五个Newton 行不行? 在一个rough surface上 就accelerate 两个meter per second square 行不行? 首先教你用F等于MA的步骤 行不行? 第一步是什么呢? 第一步就是 要画个free void diagram 上一次不断讲过 就要你数力的 行不行? 重拉刷顶四个力 第一重力 那么地球对这件物件 有一个gravitational force 重力 拉力 拉力 没有绳没有拉力 摩擦力 摩擦力 如果我们说是一些flex的floor 行不行? 这些叫flex的floor 就是地下不会动的 我们就说是移动方向 或者倾向移动方向的相反 那就是我们平时判断了 譬如这件物件 向这边行的 行不行? 那么flexion 就会向左边 行不行? 那移动方向相反 所以摩擦力 第四是顶力 地下顶住你的力 行不行? 那四个力 都已经整齊了 好了 第一步画完free void diagram 第二步就要用公式 行不行? 设定公式 设定公式 其实我们就说 应该有两个公式 如果那个方向 我们说通常分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就是垂直方向 行不行? 第二个方向就是 就是打横和加速 同一样方向 打横这个方向 行不行? 那分别 两个公式 一边就是force equilibrium 就是两个力 是balance 另一边就是 F等于ma 对不对? 那你见到这件物件 很明显它是打横加速的 向这边加速 所以你记得 by F等于ma 那个net force 一定是向左右边有 上下是没有的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公式 其实最基本的就是 这个blogs的上下两个力 应该是平衡的 如果它上力和下力 有一个不同的话 譬如N大的w 这件物件 就会向上accelerate 即是会起飞 对不对? 那没可能 所以你先设定公式 沿着这条 虚线 绿线 对不对? N等于w 上力等于下力 那你用完上力等于下力 就不会用F等于ma 那你用either one 对不对? 那打横呢 你明显向右边加速 那你可以用F等于ma 对不对? 好了 那F你记得 是放一个body的net force 那你最初级的犯错 就是就这样 放这个5 在这个F 那这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你记得 要把这个body 打横的所有力 塞进去 对不对? 那就是 大力减细力等于ma OK 好了 那什么叫大力呢? 就是acceleration 指着那个方向 就叫大力 所以5N是大力的 F是小力的 所以公式F的位置 就是5-F 等于ma 对不对? 那Mask就是1KG acceleration就是2 所以F 等于3N 对不对? 3N 对不对? 好了 那这条就是最基本的 那我讲慢一点 是因为想你知道的步骤是怎么做的 那你看到之后那些 全部都跟这个步骤 对不对? 那只要你跟着Methods做 那你就应该处理到大部分的题目 那特别难那些呢? 那我稍后再说 好了 之后第33条也是 本身的视频做了 但是又不知为什么没用 OK 那不要紧要 那我画了在这里 可以吗? 那他的题目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 你有个人手拉着一个 两个Block 两个连体的Block 可以吗? 那他呢? 中间扣着一件东西 就是一个 我们叫做Spring Balance 那他会显到10N 可以吗? 那A和B的两个Block 分别是1KG 和2KG 那么他就问你 那T1 就是第一个Tension 和第二个Tension 的数值 是多少呢? 是多少呢? 那这种呢 我们开始去到 我们叫做 一个 连体应 或者一个Connected Bodies 可以吗? 就是一个多过一个Block 的一个系统 那通常做这些呢 其实都是要跟着 步骤做的 但是在你 画Free Boy Diagram之前 如果你做一个Connected Bodies 的系统呢 你其实是要用两次F等于MA 可以吗? 那第一次F等于MA 你会对系统 整个System 用一次 这个 可以吗? 第二个呢 就是你对Individuals Bodies 都要用多一个F等于MA 可以吗? 那你就再选一个 到时 那譬如你选这个 又或者你选A 可以吗? 那我再示范给你看 那首先呢 我们就试一下 对一个System 用F等于MA 什么是对一个System 就是你当这两个东西 其实是一块大块的 因为它们其实是连体 一起用的 所以你可以当它是一块 叫做A加B 可以吗? 那它被人 这样拉着 那这个地板 有没有压力? 你看看 33T 那这个地板 其实是Smooth 没有压力 那这个图就应该是这样 可以吗? 那你就开始 对一个System 对一个System 用F等于MA 那也是那句 做之前呢 那我先画一下 3-boy diagram 那四个力 重压力 刷顶四个力 重压力向下 W 拉力没有绳 没有拉力 那现在有一条绳 那就有拉力 记住 如果这个Spring Balance show到什么 就即是代表 这条绳的Tension 是多少 譬如你现在这样 绑着它 T1 那这边才是T1 T1 其实已经是等于 这个数值 如果这个绑在中间 譬如是在这里 那它会显到5 即是说T2 是5N 可以吗? 那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T1 就是10N 所以你已经选择了第一part 答案 其实OK 那就是10N ABC是第一个 如果你查到那份东西 好了 接着 重压力刷顶 没有Friction 因为它说 这个是Smooth Surface 那顶力 就在地上顶着它 那就是N 可以吗? 好了 对系统用F等于MA 那F等于MA 那系统的Mask 就是两个Block 相加的 所以1加2 3N 对不起 3kg 另外一个acceleration 当然是不知道 Net Force 这个Body 打横的所有力 那你记得 上下力应该cancel 因为它加速 应该是向左边 或者右边 对不对? 没理由向上下加速 所以 这个Force 你放在打横的力 就可以了 那分别是 只有T1这个 即是10 对不对? 那就是10 所以你计算A A 其实就等于 10 over 3 m per second square 对不对? 即是3.33 m per second square 记住 不要写分数 OK? 在V值上 最终的分数是扣分的 如果你中间 intermediate step 分数都可以接受 对不对? 那如果 如果你用了第一个F等于MA 之后 其实应该套取到的资料 就会是acceleration 对不对? 那你用完了 之后呢 之后呢 你再用individual bodies 的F等于MA 用一次 因为整个系统 其实的加速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对个别系统 用F等于MA 这次呢 你就是在B 这个body 用的 那你要把B Bbody的Net Force 那你要知道 它的Net Force是什么 又是了 先描个Free Boy Diagram 重拉刷顶四个力 重力 W 拉力 有绳有拉力 T2 摩擦力 光滑露面摩擦力 摩擦力 N 你知道呢 这次唯一的力 也是T2 T2 等于MA M 就会是2kg 刚才connected bonus 找到的资料 就会是acceleration 那现在很有用 因为你把acceleration 放进去 就搞定你 所以就 你放回去 sorry 刚才计算了一点 就是原来两个Mask 不是一个1kg 一个2kg 是一个1kg 一个1.5kg 不好意思 那这里是1.5kg 所以你刚才的答案 这个应该是2.5kg 把两个加起来 所以这个应该是4mps2 对不对 4mps2 所以你把4 就可以在上面的F等于MA 用一次 F等于MA T2 就是B 的net force 等于MA 的Mask 就会是1.5kg acceleration是4 对不对 所以T2 就等于6N 对不对 6N 答案就是B 对不对 如果你说你不喜欢 在B用F等于MA 在A用 可以吗 照用到 可以吗 那你就在这里 挖回这个Body 身上 不需要用力 好了 刷顶四个力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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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 以及T2 对不对 你记住 Tension 要小心 因为有时你拉两边 你应该挖到两个Tension 这两个Tension的数值一定是不同的 当然 可以吗 因为它就没有net force 可以吗 好 地下 顶着N 都是一句 它应该打横加速 上下 那两个力 就等于 可以吗 好 来到这里 打横用F等于MA 今次用在System A 试试 你知道这个Body 应该向左边 寫的 因为你这个东西 就向左边拉 对不对 所以你用F等于MA的时候 应该大力 减小力 大力应该是T1大力 才可以令到它向左边加速 那所以呢 T1 减T2 等于MA 就是今次F等于MA的公式 行不行 好了 那你把数值放在1 acceleration 照舊下4 那这个在Connected Bodies 第一个Section 就做了4出来的 T1 就是10 减T2 T2要1 你记得到T2 亦都是6N 可以吗 那你见到呢 很明显地 你只要用得熟的话 怎么玩都可以 但是呢 记住第一步 没得走的 一定要对System 做一次 那我们现在呢 再看几条 关于System的F等于MA的题目 那你都很明确 知道一件事就是 你画个Free Boy Diagram 一定要很小心 因为你发现你这部做错了 其实你都玩完了 因为你这些力 全部都会画 就是会写错的 会写到一些力 那继续 一定错 可以吗 而且你记住 当你计算 Tension的方向 你要代入个角色 可以吗 譬如你是B 那B就被人扯了 有一条绳子绑着你 向左边 那你说Tension在哪 那你幻想你自己是B 你就被人拉到左边 那譬如你是A 你要找A的F等于MA 那些Net Force 那你要幻想自己是A 那你的左边 就被一条绳子拉住 你右边都被一条绳子拉住 左边的绳子很明显把你扯向左边 所以T1是向左边 而另外那边的绳子很明显把你扯向另一个方向 即是右边的方向 所以T2等于右边 即是画向右边 行不行 那这些很多时候都会令到你自己 有时候很模糊 只有你画的方向有哪里画错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很迷茫的时候 你就要代入那个Body's 看看Tension的方向在哪里 行不行 好了 那下一条 讲快一点 33之后就43 50 45 那这些其实都是类似的题目 那这个先 那这个都挺有趣的 我个人来说 就觉得 这些都挺有趣的 好了 首先第一件事 他说两个在一个Smooth Surface 走着一起动 他就问你 这个Force 今次就 奇怪的 他说Acting on A by B 很不明确地 讲了一个这样的力 首先第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 你不用管了 Connect the bodies 用F等于MA 这样就用了 用完了 再看看他想找些什么 这样就来了 打包拿走 F等于MA 那今次呢 你发觉 如果你当这个是一个系统的话 这个是一块大块的东西 A加B 对不对 重拉插顶四个力 那就重力 没有绳没有拉力 没有摩擦力 因为是Smooth Surface 顶力 地下顶着Rod向上N 对不对 好了 那你见到 Net Force 应该都是打横这个方向 所以你打横只有12 那么12等于MA 记得Mask 要摆上整个系统的Mask 2Block of Equal Mask 那你不知道是多少 那你当是2M 好吗 按2M 成班A 对不对 所以你会计到acceleration A就等于6 over M 那你开始找到acceleration 好了 之后你要找False acting on A by B 那这些就麻烦了 因为你要分别 要画对了3-boy diagram 出来看 你才会找到 你分别画两个图的3-boy diagram 好吗 逐个来 首先 B 重拉刹顶四个力 重力 W 拉力 摩擦力 没有Friction 顶力 听着 顶力是 任何接触面都有机会有的 亦都很大机会有的 可以吗 多数都有的 那你先画一下 好吗 地下顶着它固然在这里 A顶着B 也是一个顶力 所以N2 可以吗 OK 在这里 你要小心一点 就是你不可以将这个12N 直接画在这里 因为没有一样东西叫隔山打牛 你只是推了A 那这个12N 没有推到B 所以推到B的力 其实只是A 推到它 就是N2 那我们做下去 就发觉N2 绝对不是等于12 对不对 好了 继续 重拉刹顶四个力 重力向下 拉力 摩擦力 摩擦力 顶力 地下顶着它 对不对 对不对 好了 继续 B 顶着A 所以应该会有一个N2 在这里 OK 之后它本身给了12N 它就推了A 那你就会画12N 可以吗 可以吗 那你见到我画的是 这个是N2 这个也是N2 因为这个N2 是A比B 这个N2是B比A 可以吗 好了继续 那它就问你 那它就问你 那个Force acting on A by B 那你时间你去算一个都可以 因为两个是Action and Reaction 对不对 那我方便便去算B B用而解D 因为它只有一个0 那你用Fn的MA 那这次你用B的System 那N2就是它的Netforce Mass of B 是 M Acceleration 就是 6 over M 你計算到是6N 所以N2等於6 N2等於6的話 你應該可以選到A或B 最後你要想一想 Block acting on A by B B對於A來說是一個阻力 它阻礙了A 所以應該是N2這個方向 可以嗎? to the left 可以嗎?to the left 所以答案A 可以嗎? 下角43 放了50 50是甚麼來的? 這個好玩 兩塊東西綁在一起 簡單來說 Tension 1、Tension 2 它說兩塊Block分別就是 8N和2N那麼重 好,這樣來吧 這次沒有加速 整個系統就在這裡不動 所以你不需要再用 連體英 connected bodies 去找F等於MA的A 但也可以做 connected bodies 做到另一個用途 為甚麼呢? 先打包力先 把兩個 這樣設定 你知道這樣設定了 那條繩子就沒有跪了 不過也不要緊 那你再畫一個 3Block分別 可以嗎? 重啦,刷頂4個力 重力 X加Y兩個重量 就是10N 就是10N 它的題目說了 拉力 中間那條繩子沒有跪了 T2對於這個東西來說 是幫它扯向上 讓它不要跌下去 摩擦力沒有摩擦力 頂力 沒有地下頂住任何東西 所以沒有頂力 所以是這兩個力 你記住這個W 要畫了connected bodies provide的 weights 所以要2加8 可以嗎? 不可以只其他一個 sorry 原來說漏了 就是它對X做了向下拉力 就是它對這個系統 做了向下拉力 還有4個牛頓 可以嗎? 好,來了 那它就問你 T1、T2是什麼 這個東西是不動的 所以沒有F上面 上力等於下力 T2等於10加4 可以嗎? T2等於14 完 這個 T1 T1就不可以再看裡面 不可以再看這個 因為這個 你將T1 收到裡面 那你試試看一個 看哪個呢? 這個 這個 這個比較簡單 重拉刷頂4個力 重力呢 兩個D 拉力 T1對X拉向上 是不是? T1 摩擦力摩擦力 頂力沒有東西頂著它 所以上力等於下力 T1就會等於4加2 可以嗎? 所以T1就6流 即是CYD 對不對? 所以答案就是D 你選到了 那這些你回來 它都是用F和MA 但你用得好 就另一回事 試試看 這個 這個 這個呢 就上銅比較少廣點 而且這條呢 也有少少困難的 它就說X和Y 這樣綁住一個Smooth Pulley 它說起來都是Smooth Pulley的 因為如果有一個Rough Pulley 的話 就會有Friction 那些呢 就有Engineering Problems 你還未熄的 對不對? DX也不用 它說兩個Blocks就綁在一起 然後呢 就Release from rest 過了一會之後 條繩就斷軌了 它就問你 The Witcher Falling Correct DX的動作 的動作 立即 立即 After 的動作 斷軌了 它這次 反而就是怎樣呢 它就不是在問你 兩個Blocks的力 它反而是問你 Aceleration 對不對? 這個其實就是 想說一下 一個基本概念 就是如果這個繩斷了的話 這個系統 這個系統 那你先畫一個系統出來 那個系統 X在這裡 重拉刷頂四個力 那它只有重力 和頂力 那條繩斷了 所以就沒有Tension 是吧? 因為有繩有拉力 沒有繩沒有拉力 好了 最後 它就問你X會怎樣 第一個錯誤概念就是 X會不動 可以嗎? 會Stop Moving 如果你選擇到A的話 那就不得了 那你忘記了 偶爾第一定律 因為第一定律 就說如果它本身是在走的 它有個速度 那它就算沒有Net Force 即是沒有打橫的Net Force 都可以保持這個速度 所以X這個Body 其實應該是保持某一個速度 所以答案就是 B或者C 那如果你選擇了D 那你就假設有Friction 但是它沒有Friction 因為Smooth 所以它不會減速的 好了 當這條繩斷了 你再畫Y的Free Boy Diagram 那麼重呢 太頂四個力 重力W 沒有繩沒有拉力 因為這條繩斷跪了 對不對? 所以只剩下W 這個力在Y 如果一件物件 只有Way 去幫它做一個拉力 或者做一個Net Force 其實它就會用一個地心加速 即是Aceleration Dual Gravity 去加速 即A等於9.81 那任何物件 無論它重量是什麼 都會一樣 就是Free Falling 因為如果你真的要做的話 你也可以這樣 F等於MA 你喜歡 好 那你的Net Force 就放W 等於Mask 成為Celeration 那你知道W 本身的expression 是Mg Mg等於MA 最後A等於G 但正常 任何Free Falling Object 都是9.81mps 這樣加速 所以 不應該影響到你的判斷 即是不需要計算 好了 那講完這幾個Collector Bonus 就講搭Lib 98 123 64 98 好 其實首先搭Lib 有些概念 要跟大家講講的就是 如果一個人搭Lib 如果要搭Lib的話 假設他站在那裡 那這個綁 那這個綁 在Lib 裡面 那就不要管它 好了 那我只看個人 其實個人身上有什麼力呢 重拉刷頂4個力 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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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繩沒有拉力 在人上沒有繩沒有拉力 在個Cage上有拉力 沒有摩擦力 頂力就地下頂住它 這個人身上其實有兩個力 N和W 如果你要搭Lib的話 其實這個N和W 一定會有一個有變化 為什麼呢 因為你想想 譬如你在ground floor 你這裏是G樓 你要上層 那你一定是向上Acelerate 那根據Newton Second Law 如果你要向上Acelerate 你必先有一個向上的Netforce 所以你的N 一定要大於W 但我跟你說 原來W在地球任何位置 都Roughly是不變的 所以其實唯一變的就是Normal Force Normal Force 其實一直就會變大 或者變小 或者跟W一樣 去控制你在Lib裡面的運動 可以嗎 好了來囉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想說一件事就是 為什麼Lib 究竟能量到的 為什麼Lib 究竟能量到的 為什麼Lib 首先第一個錯的概念 就是Lib 直接量到你的 你的Weight 這個概念是錯的 因為Lib 跟你的Weight 是沒有任何關係 只不過當你那個日 壓到那個榜裡的時候 其實你是provide了一個 Normal Force 在那個榜裡 所以你的榜的Readings 其實不是你的Weight 是你的Normal Force 可以嗎 這是第一個概念 你會壓住那個榜 然後那個榜的彈弓 會壓縮了 然後它的針會跳 然後你就量到那個N的數值 OK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或者說你的榜的數值 其實是等於你的Normal Force 所以搭Lib的時候 如果那個Normal Force 有變動 你搭Lib 那個榜的數值 也會有變動 對不對 那我們逐個看 如果你要向上加速的話 向上Acelerate 我們說W不變 如果你要向上Acelerate 你要向上的Net Force 那麼N就會大一個W 如果你要向下Acelerate 那麼W就會大一個N 就是N縮小了 可以嗎 這個應該都大概都上課聽過了 那麼我不講得太過詳細 那我就用一些題目 來幫你解決這些concept 好嗎 好 第一 第一和第二個 它就說哪個relationship 是correct 那麼你看看 首先第一和第二個 其實都很外眼 它說它在走uniform speed 那麼你走uniform speed 即是說你的Net Force 是0 如果你的Net Force是0 那你這個人的上下力 即N和W 一定要一樣 所以N等於W N等於W 即R1和R2 和你的Wate會一樣 譬如你的Wate 是本身500N 那你的N都會顯示到500N 所以第一和第二個是一樣的 你不在乎它的方向 你只在乎它有沒有Acelerate 可以嗎 還有說多話 這個N是在綁的力 不是在人 就是一個向上的N 一個向下的W 好 第二個 如果你要向上 Acelerate 如果你要向上 Acelerate 即是說你的Net Force 這個人的Net Force 要向上 如果Net Force要向上 N就一定要大過W 即N現在不能再保持500 你要向上加速 可能它會變成520 這樣 那你就做到一個向上加速 這個520 這個500 對不對 所以R3應該是大過剛才那兩個 R3大過R1等於R2 好下條 那就1 2 3 1 2 3 這個快 這條片太長了 我覺得 好這個 這個 那我回答Lay 這些問題呢 亦都是一些常見的問題 好啦 1 2 3 它就說現在有個人站在Lay 那Lay 本身呢 就不動 是Initially at rest 那Start to move upwards 那麽人的Force 它感覺較重 所以 他就問你 哪個Statement is correct 那首先 第一件事就是 先畫回剛才那個人 和那個磅 那不畫Lay 那先畫回人身上的力 先畫N和W 那這個W 那這個W 那這個N 其實我們的Filling of Weight 不是真的我們的Weight 是我們的Normal Force 地下頂住你的感覺 其實就是給你Weight的感覺 如果你譬如你在一個很高的地方 跳下來 其實你覺得好像叫做失重 但其實不是失重 只不過地下沒有頂住你 你覺得好像沒有Weight 但其實怎麼會沒有Weight 如果沒有Weight 為什麼你還會向下跌呢 那這個Normal Force的大小 和Weight是很有關係的 譬如你是肥仔或者你很肥的 那你的Weight就會很大 如果你在正常站不動 你的Normal Force都會很大的 所以你的腳的受力 或者你腳掌的受力 是會比較大的 那如果你腳的受力是大的 其實就會造成你的身體快樂 就會有些K型的 那你見到有些O型腳 通常都是在一些肥仔身上 會observe到的 對不對 那我沒有歧視肥仔的 那繼續 那先講回正題 那他說這個Leap 就start moving upwards 所以他就feel heavier 那你要向上加速 我跟你說過 Weight其實就是不變的 這個數值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向上加速 即是說 你有一個向上的Net Force 如果一個向上的Net Force 一定是由 上力大過下力而grade出來的 所以 Normal Force會大過Weight 這次 好不好 好 看著 他說重力 Gravitational Force Gravitational Force 一定 不可能對 大哥 Gravitational Force 是等於Mg 我跟你說過 在地球上任何一個位置 G都接近9.8 m per second square 不變 那你的Mask 你無理會變 你的質量 你的質量 拿到月球也不變 好 最後 Force acting on the man by the floor on the man by the floor 其實不就是你的N on the man by the floor 一定會多了 那你就向上accelerate 向上加速 向上move 對嗎 所以答案是三個月 答案是B 那就走吧 好了 六下 最後一條關於Water 如果你處理完這條 如果你上述的題目 你都是明確地 那些概念很清楚的話 其實應該都算是不錯 好了 看著 這次他說 有個女孩子 在升降機上 用Spring Balance 去量度一些東西 Spring Balance 要再另外 Target 就是處理一下 勾住一些東西 那我當你勾住一個木 這樣子的東西 OK 那你想處理的就是 這個object 那他就說 你的Reading 當你的Lift 是不動的時候 是at rest 可以嗎 你的Lift是at rest 的時候 其實你的Spring Balance 的Reading是10N 那我跟你說過 一個Spring Balance 其實是不重要的 你見到他就不用怕 因為如果Spring Balance 會顯示到10N 即是Eprivance 你現在 有東西吊住了 他有一個向上的Tension 等於10N 一樣 好不好 那他說 他不動的時候 其實他的Tension 就會等於10 他說 Reading of Spring Balance 是10的 當你不動 那你不動 那你不動 那你上力等於下力 那就是說 你的weight 正常情況下 都應該等於10N 對不對 他給了第一個天使 就是weight的數值 那你想想 如果你的Spring Balance 突然間就變了8N 那你變了8N 那你就會發覺下力是大於上力 下力大於上力 你就會有一個向下的Acceleration 因為你有一個向下的Net Force 對不對 向下的Acceleration 有兩種 那哪兩種呢 一是你的Leap 本身就是向下Moving 向下Moving的話 你再向下加速 其實你就會快了 就是你向下加速 就是你向下加速 第二種就是你的Leap 本身原來不是向下移動的 是向上移動的 如果你向上移動 有一個向下的Acceleration 即是說你的Leap 其實是在做一個減速 對不對 那兩個可能性 總之你要找一個向下的Acceleration 那你逐個看 看到Uniform Velocity 跟他講拜拜 就可以了 因為Uniform Velocity 即是說你的T 應該等於W 對不對 好 Move Upwards with Acceleration 你要向上加速 即是說上力要大一點 所以T大於W 但你現在是T小於W 那當然不行 好了 繼續 Move Downwards with Acceleration 向下加速 向下加速 即是說你下力要大於上力 所以T應該是小一點 那這個就Match到我們剛才那個Case 可以嗎 T小於W 最後他們說 向下減速 如果你向下走 你又要減速 即是說你的上力一定要大一點 所以T就會大於W 對不對 那你才可以減到速 可以嗎 因為你跟Velocity的方向 跟速度的方向相反 才減到重 所以這個都不對 好了 所以你最後選擇 就是C了 好了 那這段Video主要就是講關於 Basic的Second Law 那最後一段Video 就會講一些比較難的Second Law的題目 如果你有興趣 或者你看到第一、第二段的話 你先好看最後那段 對不對 那都是那句話 你一定要做完才開始看 對不對 今天就講到這裡